首先看一下芥末 我觉得这个蛋糕岛的这个杉质还是很帅的 这个红色的斗篷 虽然说斗篷这东西会影响视线 但是这东西确实还是帅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平A 1A 2A 3A 4A 5A 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平A的过程当中我就上天了 我们在第4A的时候杉质会有一个上天 好 看到这个上天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杉质的一个核心机制了 我们的这个杉质它是有 它核心机制其实就是围绕上天这一个 那它其实有三个阶段 首先是在平地的这个阶段 那平地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有一套自己的技能 那在到了第二段的空中我们叫 这个中空 低空 低空的时候 低空的时候它会有 另外一套 技能 那它在高空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套更新的技能 你看到我们这个技能的图标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好的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一技能 在地面的一技能是一个向前的突进 在突进的过程当中是有无敌 并且在 攻击敌人的时候会有一个无装色 那在命中了之后会产生一技能的一个追加 使用一技能追加 就会到一个低空的位置 这个属于是它在地面比较好的一个使用方式 是的 因为首先它有无敌 是比较安全的 其次还可以针对一些元素化的应用 好的 我们刚刚说了嘛其实我们在 地面低空高空的时候它会有一套独特的技能 那么在 低空的时候 一技能就会变成 向前的一个 物境的砸地 砸地了之后同样会产生 这个一技能追加 追加不管你是在 低空还是在高空 都是产生的是一样的 继续到低空 一技能 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 对这个其实起手也是 比较好用的 命中了之后 马上用一技能追加可以继续回到低空 那如果是在高空 技能就是 旋转 这时候如果提前松掉 它也会有一个向前的固定并且 相比低空的时候 这个高空的向前砸地它的攻击的范围就更大一些 同样的会产生这个一技能的追加 这是一技能的 三段 固定 固定砸地 旋转砸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常驻的 低技能追加 那这个一技能追加 它是充能型的 不会消失 它主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让你调整你的 空中的高度 因为我们有一些技能会让你到一个低空的高度 那你其实需要 补上这个一技能追加让你到 高空 我们是没有技能可以让你直接到高空的 除了这个 一技能追加 两个蓄能 如果你直接尝试把它整个用掉 你会直接到高空 可以看到我这边上天了之后 马上就 又掉下来了 是因为 为什么会掉下来呢 如果我们在空中的时候 你没有拉你的摇杆的话 你就是会立刻掉下来 所以玩这个山子的时候其实你要 长年保持你的这个 摇杆 是在拖动状态的 这样你到了这个 低空或者高空的时候 不会立刻下落 然后是介绍了我们的二技能 二技能在地面的时候 这一下是有破坝的 而且它帧数很快 这个技能虽然比较短 是 同样在这个 这个技能结束的时候 它会把你保持在一个 低空的位置 这时候拖动摇杆可以 留待低空 如果是在低空 这是一个 可以移动的一个向下踹的一个 大概是有一个小半场的一个移动距离 那如果是在高空 这三个这两个技能虽然他们 在 地面和低空高空的时候 三段有一定的形态的区别 但其实 是一脉相承的 这三段技能 不管是哪一段命中了 都会产生一个二技能的追加 二技能的替换 也是有一个 瞬移 追踪的效果 这个其实 你在一套技能打完了之后 留这个技能用来压其身 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在二技能命中的时候 会产生二技能的追加 那这二技能追加在不同的高度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是在地面 向上 向上踹之后也会把自己保持在低空的位置 那如果我是在 低空的时候 形态也是发生了变化 如果是在高空 也就是说二技能的追加同样的随着你的高度的变化也是有三段的形态 三种不同的形态 好的 然后就是 山智的这个激动技 山智的两个激动技 首先第1个激动技 它是一个带剑纹色的一个闪避 可以看到 那闪避成功的时候会有一个无敌的效果 是很帅的 这个技能用好的上线非常好 是的 我这个时候空放这个闪避 可以看到是有一个25秒的CD 但是如果我是成功躲避了 OK是一个5秒的CD 也就是这个技能其实它是 还是比较考验操作的 如果你真的用好了的话 在高手手里非常厉害 对压制力是很强的 但如果你就是空放的话那25秒的CD那这东西其实就没有什么作用 是非常考验操作的 然后是伸直的 我觉得这个小异的打击感 真的是很强 然后我们来换一下 激动 换了这个激动 烟灰半桌 烟灰半桌 也是三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激动 是的 也是他自己在 尤其是打罗罗的时候 他很喜欢用这一招 PVE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 也不是比较推荐吧 你得用这个技能技能技能 OK然后最后就是 山智的旧教业 山智 帅的这个位置下 来说 确实是 没话讲 这一招也是 弹道老平非常经典的 T船长的师傅 是的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遍 总体来说山智是一个 很帅的 然后 很考验操作的 如果玩好的话应该 这个角色 还是需要 需要一定的熟练度 然后玩好的话 他的科目机制 组合起来是非常帅的 对 打起连招来 其实整个流畅的感觉 因为他技能又很多 所以 你就在整个 过程当中 其实不太需要 用太多的平A 就感觉 哇 有华丽 好矮啊 那这 其实高空跟新山的 最高的一个高度是一样的 我感觉他说的好矮 可能不一定 角色剑谱 对 对 但山智他就长这么高 山智确实确实 山智在和陆飞一样在海雷世界里面算是比较爱的 也就还在动不动就是五六一刀的 怪物 对 本来就没有龙卷鸿 对啊 我们什么时候 给山智做过龙卷鸿 没有 新眼会不会反场 会的 会反场 强者应该都是会反场 对强者是会反场 但不用着急啊 空中给一个小奥 空中也是可以放一个小奥 但是他的形态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空中就算是这个 阿弥陀佛鸿 对 一样宴会万中 抖腿加后腰 还不错 好的 那我们这边就已经把我们山智介绍完了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在线观众也是比较多的 看到我们很多人在 评论这个 月卡的事情 然后我们这边就 回应一下 开播之前跟我们这个商业化同学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改啊 首先有一个谣传 谣传说我们这一次月卡改完之后会变成直购 首先这个我们 非常确定的是它是谣传 它不是直购它仍然是彩果购买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现在其实 月卡进行了拆分嘛 那为什么会拆分 是因为我们 我们去聊了一下 是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船长在反馈我们月卡里面有一些东西他不太需要 比如说 体力 对 其实 可以看到很多玩家他的体力都常年是满 其实这个月卡它是 体力是不需要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给的卓越伙伴 随机碎片 这个其实大部分人也不太需要 它其实到后面 就是用来回收嘛 回收其实 月卡里面那一点 真的蚊子腿 真的是不太需要 然后 所以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商业化同学决定把这个月卡进行一个拆分 拆成 大月卡 和体力月卡 那我们在拆分之前呢 它是300彩果 300彩果它是有 3300的经果 1902的体力 然后10个 卓越伙伴的随机碎片和40万倍率 然后现在我们在拆分之后 我们的大月卡本体 还是300彩果的那个大月卡本体 它现在是 3450均果 60体力 然后1550万的背领 那么可以看到在拆 这是一个新衣服的 最后的探索 適合 成为大月卡本体 是一个新衣服的 感谢观看